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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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过来 我跟你说呀 咱家粮仓冬面的屋顶塌了 你把这个削细了 做个蝎子给盯上 削细了 这直接歇上不就完了 这能歇得上吗 你不动脑子 找别人来吧 我干不了 你好意思 人家这活不都是大男人做的吗 难不成你让我找学生家长帮忙啊 对了 下月月初 学生家长要来交学费 让他们一块给修了 不就完了吗 你个大男人 这种话你好意思说出口 我不管 今天这活还就得你做了 你等着啊 我去找斧头 你找个这么粗的 你找个细的 直接歇上不就完了吗 真是 姐夫 你 在这儿 把这个漏了给歇上 你怎么不去 你个大男人 你不干谁干哪 长者先又者后嘛 你应当先来啊 下楼下楼 我手无符记 我手无符记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什么 咱家斧子找不着了 什么大事都找不着找不着了呗 换新的呀 真是 你们说得轻巧 那个斧子啊 斧热锋利 用起来也方便 我可是找赵铁匠 专门给咱家做的 那再找找吧 找找找找找找找 找找找找找 没用死了 赶紧找新的就找 找找找找吧 不用干活了 不用干活了 在哪儿呢 我到处都找遍了 也没找着 我也找呢 肯定是被人偷了 别着急 别着急 你说又不当吃又不当喝的 谁会要他呀 我想起来了 早晨起来 木匠那徒弟送杏花的时候 在咱们这个小院待了会儿 木匠的徒弟 广林 不过听说 那个人挺忠厚的呀 顺手牵羊啊 你比如说二闹 喜欢吃得胜饼 孔老夫子 他那个塑像前边 少了几个得胜饼 你第一想到的是谁 当然是二闹了 那还是的呀 斧子也一样啊 你说斧子 你给慧莲 他没用啊 再说他也不稀罕呢 是不是姐夫 是是是 慧莲那个小手 怎么能拿动斧子呢 这根本就拿不起来 这 这 没事 替慧莲干嘛 找斧子还找出慧莲来了 姐 姐 您看看嘞 找你呢 广林来了 嫂子 怎么 怎么着 姓花回去说 你们家斧子丢了 我怕你们有急用 把我师父的那个拿来了 太谢谢了 不瞎拿着 嫂子 我广林的为人您是知道的 我是宁可吃十成的亏 绝不占一成便宜 对对对 我跟师父啊 是串百家门 吃百家饭 到谁家做活啊 做完了活 有钱就给 没钱我们从来不要 就没张嘴跟人要过账 是是是 打我们木匠祖师爷开始啊 木匠就都是规矩的人 祖师爷 你们祖师爷谁 鲁班呢 鲁班 鲁班那可是规矩人呢 是是是 我可没看出你是个规矩人 嫂子 我今天上午是来过万卷楼 可是我空着手回去的 对对对 我看见了 是是是是 是空着手回去的 把斧子噎着嘎着窝了 拿衣服一裹 那谁看得见呢 那我告诉你 我们目前绝对不偷鸡摸狗 对啊 你们偷狗摸鸡 不一样吧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广林 别往心里去哈 其实啊 那事啊是嫂子脑子不好 忘了把斧子放在哪了 不干你的事 可是我来了一趟 你们斧子就丢了 我得来澄清一下啊 没有 澄清啊 澄清啊 男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好了广林 别往心里去啊 他就这样 赶紧回去陪你师傅干活吧 嫂子那我走了 成 有空常来玩啊 哎哎哎哎 这个不三 不三 我跟你说 你别老说人家广林 你听见没有 那俗语您都忘了 江太公爱鱼竿 泥瓦匠爱瓦刀 这书生爱书如爱己 木匠爱斧子不稀奇 全是不爱理 那江太公爱鱼竿 鱼竿是偷的 你瓦匠爱瓦刀 瓦刀也是偷来的 你别老说人家 我认为 广陵给咱们送斧子来 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不秃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是吗 你少说人家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因为一把斧子 把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就给得罪了 明白吗 得了就得了 广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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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能发痕 我跟嫂子说 嫂子 上回我把斧子借给你们啊 是怕你们家有急用 可是我师娘说呀 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这 您也了解广陵我的为人 我们从上辈 祖师爷鲁班那辈开始 就是本分的人 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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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又提鲁班了 鲁班能给你当证人吗 你少说两句 没人把你当哑巴 广陵 广陵啊 你听我说 虽然呢你跟你师父学艺时间不长 但是街坊四邻的都知道 你是个忠厚之人 回去啊你跟你师娘说 就说这斧子啊 是我自己忘了丢在哪儿了 放心吧 不会怀疑你的 那早不丢晚不丢 怎么我一来万卷楼就丢了呢 平时啊我们万卷楼 进进出出的人可多了 你放心 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 怀疑到你的头上 行 赶紧回去干活吧 那我回去 放心 不对 不对 话虽然是这么讲 但是我觉察出来了 你对我的态度 跟以往不一样了 这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看每回我来 咱们俩聊天多自然呢 今天你都不敢拿正眼看我 我 我 我怎么没拿正眼看你啊 那再这儿说了 每回来你都让我水喝 这回也没让啊 这 这不没来得及让吗 得 我给你沏茶去啊 不 不 不 你回来 不在乎那杯水 每回你还问我呢 让我干活小心 这回也没问呢 这不是没来得及问吗 广林 你放心 我们家就是丢了十把斧子 我们也不能随便怀疑人家 得了 赶紧回家 帮你师父干活去吧 走吧 走吧 不 不 不行 我还不能走 怎么了 我 我不是为了说这些来的 那 我 师娘啊 让我把 行 行 行 走不是吗 对 把斧子烧上 对对对 真是 拿走拿走 对对对 其实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事 还没容得我说呢 走吧 对对对 走吧 真是 你都给我石卷刃了你 那你们家那斧子还把我们家的木头给劈了呢 你看看 行 谁也甭赔谁了 真是 什么人哪这都是 你干嘛老跟他较劲呢 我问你个事情 你们家有几把斧子 五把 五把 都是你们家的吗 嗯 那你们家最近没捡到斧子吗 没有 我爹说捡到人家的东西要归还的 玩去吧 那会是谁呢 嫂子 嫂子 广年来了 嫂子 嫂子好 这是给我们的 对对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送什么礼啊 谁说不过年不过节啊 今天呢 是你们家郭先生 跟我们木镜祖师爷的师父诞辰 你们家师父姓李 我们家相公姓郭 他怎么就是一个祖师爷了呢 你想这道理啊 你们家郭先生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吧 我们木镜祖师爷鲁班仙师也是山东人 那都是山东人 不就一个祖师爷了吗 这弯子绕得够大的 所以今天呢 我特意送来了先生最爱吃的山东呛面馒头 每年六月十三呢 都是鲁班仙师的师父诞辰 到了这天都得做师父饭 呦 这什么叫师父饭呢 就是到了师父诞辰这天 拿大锅煮的白米饭 加上粉丝啊 虾米啊 没斗啊 小孩要是吃了这种饭呢 长得是又快又高 还聪明伶俐 所以我娘子让我给您送来 太谢谢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收下了啊 您拿着 您拿着 嫂子 还有件事 就是那斧子那事啊 您别怪我师娘 好吧 咱不说斧子的事了行吗 您说我们好好地借给您一把斧子 又要回来 我说过多少回了 是我自己记性不好 忘了放哪儿了 不怪你们啊 别往心里去 你好 又 又喝 谁来了这是 咱们带那么些东西 都是广林送的 这是江公叔过来了吧 什么江公叔过呀 我们没广 没广 得信你 你别口误遮拦的 这都是人广林给咱们送的好吃的 行了 那我去做饭了 广林啊 待会儿留下吃饭啊 姐 少弄点啊 她吃不了那么些个 有三米的她就撑死了 坐 坐 干嘛你 我告诉你啊 我虽然是学徒的 但是我这人本分 我从来就没拿过人家一根草苗 从来没拿人家一根草苗 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拿斧子呀 你真怀疑我偷了你们家斧子 我可没说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不过我倒想起一个典故来 一林道府 你知道吧 一林道府 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让你知道知道 过去在乡下呀 有这么一个乡下人 他丢了一把斧子 他总怀疑啊 是邻居家的儿子给偷的 这你知道吧 不知道 不知道 后来这个丢斧子这个人呢 没事就观察邻居家的儿子 就发现他走路的姿势啊 像偷斧子的 再一看脸上的表情啊 像偷斧子的 一听他的言谈话语啊 更像偷斧子的了 这你知道吧 这个没听说过 还没听说过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 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无不像偷斧子的 你说这干嘛呀 有用啊 后来丢斧子这个人呢 在山上捧地 捧着捧着地呢 发现了 斧子在地里头呢 于是把斧子找着了 他就再观察 邻居家那孩子 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不像偷斧子的 这我就明白了 他们把邻居给冤枉了 对对对 对你明白了 是冤枉人家了 这就总算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不过人家家那斧子 可找着了 你们家这个呢 我们家那还没找着呢 你那意思是我拿了 你们家斧子 我可没说啊 你自己琢磨的 我可没说 不过我倒想一件事情来 我们家丢了一把斧子 你倒不错 好心好意 借给我们家一把 那为什么又要回去了呢 你不要解释 鲁班爷师父蛋 年年都有啊 每年都不送东西 今年你师父怎么想起来了 我给孩子送的 给孩子送的 那去年也有孩子 为什么不送呢 你是认准了 我拿了你们家斧子的 我问问你 人家没看见 你把东西拿走了 这是什么人 贼 贼 贼把东西拿走 这种行为是什么 偷啊 明白了吧 我偷了你们家斧子啊 你才明白啊 说了半天了 什么才明白啊 对对 当然了 那不叫偷 你这属于顺手牵羊 我这是随便说说啊 别往心里去啊 你怎么随便说说啊 你怎么站起来你 废话 你上嘴唇一蹦下嘴唇 我就贼了 你怎么着呢 你别着急 你别瞪眼 行不行 门就瞪就这么大 你干嘛你啊 喝点水吧 我喝什么水 我喝毒药 我喝毒药 走了你 姐别弄饭了 她走了 干什么呢 里边要听你们在嚷嚷 让您弄撒米烈 您怎么端那么些个东西 往连人呢 走了 我一提这偷斧子的事情啊 她掉头就走了 比兔子跑得还快呢 你这张嘴呀 你把人都得罪了 这样行吗 这叫做旧 陶师傅就是这么干的 把新斧头弄旧了 他不弄斧头 他弄地里挖上了那些平平怪怪 他就做旧 做旧了以后呢 他就说 这是汉代的拿出去骗钱 真缺德呀 怎么样 如何 挺像的 我跟你说 现在这法子要拿出来 你看 不光广林徒弟看不出来 就是咱俩也看不出来 先生为什么要伪装斧子来蒙骗我 我我我我我 这是一把新斧子 是 为什么要说它是旧斧子 糟糟糟糟糟糟 你快说呀 不是 为了给我看 你们家的斧子找着了 是吗 不不不 不是专门给你看的 那不给旺财大哥看 不给高大哥看 不给慧莲大姐看 不给里长大人看 不给镇上所有的人看 为什么单单给我看 这 你 你碰见了 其实你们 从来就是怀疑我的 是吗 没有 绝对没有 真的没有 假装对我好 人心格度皮 不是 你听我说 这个原来呢 我就说 肯定不是你 对 但是有人说 说是你 我一想是不是你呢 可能是你 但是呢你一来 想问问你 是不是你 谁知道你 等等 且慢 行了 行了 别且慢了 这孩子轴 你也别做就了 咱们还是找斧子吧 这心不回来了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今天哪 找不着斧头就不能吃饭 不不呀 不吃饭 不能睡觉 不呀 不睡觉 还不能喝水 不呀 不喝水 对 姐 我看我还是走吧 我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啊 回来 找不着斧头 谁也不能离开这个门半步 行 那我不离开半步 我离开百八十里的行吗 不行 今天就是绝地三尺 要把斧头找着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去花园 你去书房 你去粮仓 你去鸡舍 你去鸡舍 姓花儿 跟师娘到卧室找找去 走 姐 那我呢 你 你在厨房找找吧啊 赶紧着啊赶紧着动起来 这哪儿是找斧子啊这个 这不这不得耗子呢吗 这不是啊 进去 进去 那您就进去吧 不行 还是不能进去 那您就回去干活吧 可是我要回去了 他们还怀疑 这斧子是我拿的怎么办呀 要不我还进去 你真进去啊 还是进去不得 要不我把斧子再进去吧 你带点点 那师娘要问你 你说什么呀 您就直说 是在垃圾堆上捡到的 再说了 我也在一边 可以给你作证 全镇那么多人哪 怎么那么巧 就是我捡着了呢 不妥 您不敢进去吧 姓花儿 这么着 你呀 把斧子藏在大门后头 你叫千千出来玩 假装发现了这斧子 怎么假装啊 你这么说呀 你说千千 咱们俩玩藏猫猫 那我就藏在门后 你别藏啊 你让千千藏啊 这事情办成了 我请你吃牛皮糖 五个 十个 以言为定 你说 斧子找到了 斧子找到了 在哪儿找着的 在门口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是是是 一定是偷斧的那个人哪 把斧子送回来的 广林 斧子找到了 对啊对啊 我就说丢不了不是 是啊 这小心里踏实了 对对对 干嘛呀 吃个牛皮糖 这回家再说宝贝 你说我得今天去玩捉迷藏 今天把斧子拿回来了 就给我买的 哎呀 斧子奶皮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不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你还解释 闭嘴 广林啊 这没想到 是你啊 不是 那天我去倒爆花去了 那公鸡把斧子刨出来了 我就捡回来了 我又怕先生怀疑是我偷的 我 我跳的西湖也洗不清了 嘿嘿嘿 你跳哪儿都没用 快 快来快来 笑狗你 你要干嘛 你们说到底这斧子是谁偷的 不是 广林 别激动啊 你说是就是 你说不是就不是 你要说不是 我们绝对不说是 你说是我们绝对不说不是 对对对 你想让我说是 你就让我说是 你要想让我说不是 你就想让我说不是 你想让我说是 又想让我说不是 在这双肉口令呢 你给我放下 不是你就不能说个不是啊 我说不是你们信吗 这么沉 这两天我在师父家受尽了白眼啊 走到马路上 老百姓也不拿正眼夹我 我无地自容了 我 我现在 变成世人皆知的江洋大盗了 江洋大盗啊 你还不够江洋 不算 你闭嘴 没人说你 没人说你 你都不打死你了 找到了 找到了 怎么回事 找 凉吧 斧子 到底哪一把是我们家的 那个别问来了 你说我让他拿来的 好好好 你坐 这是谁偷的 小心 我俩这人 别说话 别说话 怎么了 您见五娘的斧子 五娘让我还过来了 啊 啊 我 两负我不知道 坐 这个人啊 永远的姐 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你这么星期吗 啊啊 啊啊 你这么星期的 她 со człowie